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欸 谢谢大家咧 欢迎回来刚刚设计 我是Win 我们去看房子或是买房子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看到房子的平面图 面对这张图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一个头两个大 到底那些图要怎么看呢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看懂平面图的五个步骤 重要!記得剛剛每週三晚上7點9時分清午餐 進入主題前請先幫我們按讚加訂閱非常重要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一 注意坐像及方位 一拿到室內平面的配置圖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確認圖上的方位 這樣我們才能知道房子會不會有西曬 或者其他的問題 從大門一進來我們看到最大的空間 最大面的落地窗 那個就是我們的朝向 例如落地窗在北方 那就是坐南朝北的朝向 簡單來說台灣冬天吹的風是北風或者是東北風 而陽光則是從偏東南方的方向升起 然後偏西北落下 所以朝南或朝東南的房子 除了採光充足之外 冬天也比較不容易受到北風的直接侵襲 算是比較屬於冬暖夏涼的方位 而朝偏北或偏東北的房子 採光的通常會比較差一些些 一年世紀陽光照進來的機會比較低一點 冬天還會受到北風或東北風的直接影響 因此呢比較算是冬冷夏熱的坐向 而朝東的房子通常採光好 而通風比較差一些些 朝西的房子就要注意西曬的問題 但其實也有人喜歡西曬的房子 因為它可以利用下午的時間來曬東西 曬衣服 前提是在前陽台曬衣 但是這個有一點美觀性的問題 但整體而言坐向的好壞 還是要看整體的格局以及對外的關係如何 但是普遍綜合來看的話 坐西北朝東南的坐向 竟然夏天通風冬天避風 平常又可以避西曬 綜合來看呢可以算是比較理想的坐向 2. 找出梁柱的位置 通常呢柱子在平面圖上會畫成一個大方塊 梁呢通常就是從柱體衍生出來的 大部分建商的加配圖上面是不會把梁位繡在上面的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請建商或代銷 提供我們有梁位的原始平面圖 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柱子的位置 最好呢這些柱子都能夠位於房子四周的外面 這樣我們屋內才不會有大柱子影響格局的方正 導致不好規劃或浪費掉空間的使用率 另外是梁的部分 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圖面上梁的尺寸 有些房子的梁太低太大 多少會影響我們的設計面 而梁的位置盡量要避開床頭 或者是客廳沙發的位置 一方面是風水的問題 另一方面如果大梁位於電視牆的上方 那電視牆面有可能就沒辦法做太高 而如果是在沙發的上面 或者是我們床頭的正上方 也會讓人產生壓迫感 但是這些其實都可以靠一些設計的手法去破解的哦 所以說在看房子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要看公設筆 評效的判斷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呢它關係到我們入住之後的空間使用率 只要我們看得懂這些就會讓我們更容易的 挑到好的房子哦 3.基礎圖示的意涵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平面圖 常見的圖示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很簡單 分隔出每個空間的就是石牆 而如果我們要變更格局的話 一些屬於結構性的地方是需要特別去注意的 我們的梁跟鑄體是支撐建築物最重要的結構 所以一定是不能夠隨便打掉的 還有就是鑄體的中間隔一個墻後再打叉叉的圖示 就是我們的管道間 通常緊鄰的浴室 這個也是不可拆除的 單純一個格子畫叉叉代表的就是高櫃 而只有一條斜線的就是低台度的櫃體 像是背餐牌或是電視矮櫃等等 另外呢方格裡有一條橫線加上很多直線 這個就是衣櫃 還有AC的圖示代表的是冷氣的室外機放置的位置 這部分呢也要特別的留意如果我們的室外機放在我們陽台內的話 就會佔用到我們陽台內的使用空間 也會受熱風影響讓我們的陽台變得比較悶熱 如果呢可以掛在建築的外牆又或者是雨遮上面會是比較好的選擇喔 其他圖示基本上都還算蠻好辨別的 像是廁所的馬桶、洗手台或是房間的書桌、床等等 都算是比較好辨識的喔 4. 採光面與對外窗 再看平面圖的時候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採光面 也就是讓屋子裡面能夠透進光線又或者是能夠開窗 讓空氣流通進來的地方 採光面當然是越多越好 但你不能四面都採光 如果四面都採光的話我們就沒有地方可以放置櫃子 而一個房子如果有兩個採光面 除了採光好之外空氣對流的效果也會更好 最好是臥室跟客廳都能夠有直接的採光 這樣也可以避免暗房或者是暗廳喔 另外呢也要注意廁所到底有沒有配置對外窗 有對外的窗戶才能夠讓我們廁所的通風以及採光都更好 進而更快的排除室內的濕氣 當然如果廁所裡面沒有開窗 我們也可以透過多功能暖風機來改善超市的問題喔 但是總體來說還是最好有對外窗的存在 5.格局的重要性 看房子呢其實最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在格局的部分 建議大家在看房子的平面圖的時候 要注意它的格局到底方不方正 所謂方正的意思並不是指這間房子就是要方方正正的 而是每個房間和一些功能區域能夠盡量接近方正的格局 而那些因為柱體導致的機靈空間盡量也不要到太多 這樣格局在設計起來的評校利用才會是最大的 另外呢走道的部分也要特別的留意喔 通往各個房間的走廊走道最好是不要太長 因為這樣會容易把評校浪費在太長的廊道上 其實比較理想的房間分佈方式是錯落在房子的各個角落 各個房間的外面則是由客餐廳來串聯 減少走道空間這樣評校的利用才會更好 但是有時候我們的房間數量真的太多的時候 廊道的行程說真的也沒有辦法完全去避免 那這個時候就要看大家的取捨了 總之呢平面圖的配置是空間規劃的基礎 透過平面圖我們可以知道空間的分佈以及動線的規劃 還有採光通風等等 因此呢看懂平面圖可以說是至關重要 那希望透過今天的影片讓大家都學會怎麼樣去看懂平面圖哦 那這集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還有其他室內設計相關的問題都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不要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以及甘丹設計的FB IG 以及Win的個人生活頻道WinTV 當然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幫我按下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Hello 我覺得踏迫不匯神の字幕 不要忘記鈴鐺